我們說先啟發我們的真心佛性 然後再慢慢讓祂擴充 然後跟三個大地 就是合成一體 那或許有個疑問就是說 阿難尊者當初沒辦法進入季節的時候 祂一個晚上就正務阿龍阿龍 祂這個晚上 而我們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培養 就是祂用一個晚上 那這個晚上祂做了什麼 祂怎麼可以一個晚上讓祂 正務阿龍阿龍這樣 好 請坐 我們要知道 這個 養兵千日 用在一時 就是我們平常一定要先有做 先有做 像養兵的時候要訓練作戰 你一旦戰事發生就可以用得上 他也是 他平常 因為我們要感謝阿難 他視線 就是很平凡 就是很 那個程度很低 可是我們要了解說 他累世都是在修那個 他的那個 所有的知道的法門 他都把它收集 所以他只要一聽過一次 他就能夠記得下來 那個是經過長時間的修集 經過長時間的修 他沒有聽到法門 沒有實際去做 跟釋迦摩尼佛不一樣 釋迦摩尼佛是聽到一個法門 他實際去做 沒有再接著去聽 沒有再接著去聽 阿難是不一樣 他把所有的法門 都一直聽 一直收集 所以他累積下來的那一些法門很多 所以我們就是要了解到 雖然他都沒有本身去實驗 可是他知道的那個理論 知道的方法 已經是非常的飽滿 非常的多 要怎麼修的法 都是上身法 都是知佛所講的 他都把它記了下來 所以在那一種 那一種狀態之下 雖然他沒有去實驗 可是多多少少他都有涉及 他都有去插到 只是說沒有去做這樣而已 他都會知道 所以在那一種 那個我們逼急了 這個逼人逼到急了 他的狗跳牆 就是說在那個大家社 因為對他滿有意見 那個欠佛說 能夠接受那個比丘尼 讓那個佛法簡短五百年 對那個釋迦牟尼佛 要多住在凡城四十年 而他沒有留 所以那個大家社 那個大弟子 對他很有意見 他說 佛說要再住四十年 你怎麼會外勞 而我們說 普遍就把我的 整個心都蓋起來了 我都不知道要怎麼反應 聽到阿南出去的時候 普遍立來叫這個釋迦牟尼佛 快進入內盤 所以就因為佛答應 普遍說來年三月 隔年的三月 我那個大弟子 機緣成熟了 我就進入內盤 所以阿南一回來以後 他就給阿南講說 明年三月他就要進入內盤 阿南這個時候才說 我就都要不領悟 你怎麼會不把我告的 向你這麼長 阿佛跟他講說 有啊 我有跟你講 要再多留四十年 你都不說話 所以佛還是要隨身誓言 你凡人都沒留 阿南是他的誓者 他都沒給他留 他當然就沒辦法讀 他答應不順 答應的偽愛實現 所以來年他就進入內盤 那之後集結 集結的時候 因為佛有交代 以後集結一定是以阿南 為主要的敘述者 阿南沒有聽到的那一段二十年 有一個叫洪廣菩薩 他會收 別人講眾生不會相信 就只有阿南講眾生會相信 所以就是要阿南 他來主持這個集結的經濟 以他為頭 所以大弟子那個佳舍就是對他很生氣 很有意見 不給他進去 那個集結的場所 就是有很多菩薩 那一些長老 他就跟阿南講 你要進來從那個藥石孔 要進來從那個藥石孔進來 要進來從藥石孔進來 然後阿南說 我怎麼會這樣 那藥石孔我怎麼多不去 然後就在那一個時候 他就體會無聲法人 無聲沒有聲 我們用身體要進那個藥石孔 是沒辦法的 可是我們的佛性可以 無聲就是沒有聲 沒有聲沒有妹 沒有聲妹的佛性 就是千變萬化 所以他一直在聽那麼久的 那一些所有吃佛的上身佛法 都發揮作用 假如說沒有 這些上身佛法他沒有去收集 沒有去聽 他沒有辦法說 可以在那種現象之下 領悟無聲法人 你沒有進入無聲法人 你就進不去 進不去 集結沒辦法 我們就看不到 這些經典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他之前已經都 雖然沒有實際去做 雖然沒有實際去做 可是他已經都 醞釀 累積了 那些知佛的所有的秘密法門 都已經累積了 才有辦法促成他 在那一種緊急狀態之下 原來就是要佛性領 不是我的性苦領 佛性有何要領 就是佛性領 尋找到一種 我們就會說 要不要去 我們可以說